这是我们在Bordda的第一辆车 价格也会比GRAP更加的实惠 大家可以比一比哦 飞机落地的第一家 我们来到了水门市场非常出名的猪脚饭 这里的猪脚饭非常的便宜 你可以选你要整碗都是肉的 或者是你要配饭吃也是可以 然后他每一叠都会给一粒的乳饭 那我吃这里的猪脚饭非常推荐大家过来 很香很香 它是一个坐在小路滩这样子 刚刚我们吃的猪脚饭呢就非常靠近水门市场 然后水门市场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衣服 然后也有很多店家直接在这边开直播卖衣服 这样子代购衣服 所以这里是很好逛的 大家来看一看 水门市场真的很好逛 大家一定要留半天甚至到一天过来逛逛 这里应该有上百间的店 就是看到烟花缭乱要非常快速的去找 眼睛要非常的快去寻找你想要的衣服 然后我们看到头都有点晕了 甚至就有几位博主直接在这边直播带货 所以可以看到这边的货真的是非常的多 吃饱饱过后就要check in酒店啦 这一次我们选择的是在网上蛮红的Marvin Villa 选择这一间的原因是他们主打的是一个平价 舒适然后地理位置也非常靠近水门市场的酒店 这一次我们在曼谷住的是靠近水门市场这边 然后这里是我们这一次选的酒店 然后我们五天四夜都会住在这一间酒店里面 让我带你们来看一看这间Marvin Villa 是不是像小红叔讲的 那么的好 或者是讲你们如果几个人过来的话 可以考虑住这一间 这一次呢我是跟我的家人三个人过来住 所以我们住的是Triple Room 我们是在他的Facebook那边去询问 还有预约的 然后他们的回复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如果好像你们像我这样子在马来西亚 要通过Facebook预定的话 因为Facebook的价钱会相对便宜一些 所以比起其他的平台的话我就选择在Facebook预定 但是比较麻烦的是呢 他们就要去用Facebook预定 我是用Facebook预定 去转钱给他们会比较方便这样子 所以呢带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是我们这一次住的酒店 然后是有提供三个单人床 然后我非常喜欢的是因为呢 它的采光其实非常的好 就是在房间里面可以感觉到它是蛮亮的 然后它这里的设计也是有设计一个小灯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行李啊 放在这边打开三个都没有问题 但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可能它的景色没有这么好 这里的话呢就是一个小小的茶水间这样子 然后它这边也是有鞋啦 如果是讲有什么损坏的话是有收费这样子的 这一间酒店呢 它是有给我们收1000块泰币作为deposit的 然后退房的时候再跟他们拿回就可以了 然后一定要付现金 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床面向的电视机 然后这边看到它是有给一个位置让我们放我们的行李啦 如果你买很多东西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放在地上 摊开来三个行李箱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它的位置真的非常的大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最特别关心的 就是它的厕所 跟我一起去看 所以它的厕所呢也是非常的大间 然后让人很开心的是呢 它有一个很大面的这个镜子 所以如果你要化妆啊都可以在这边非常的方便 重点是它的光线也是非常的好 然后呢这边它也是有提供一些洗身体的啊 沐浴露啊这一些它都有提供 然后后面这边呢就是它的花沙吧 它的位置其实还算是蛮大的 所以还算是舒服这样子的 不会长很小间很拥紧 刚刚走太多路了 现在来坐一坐 然后这里呢它的优点呢就是它非常靠近水门市场 所以如果你在水门市场买很多衣服的话呢 你可以如果很重的话你可以先拿回来 然后过后再继续的逛 因为它真的是非常靠近不到200米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会住的房间 来泰国一定要来逛他们的7-11 这间的话呢就是在我的酒店的楼下 不到100米处就有这一间7-11 我们因为天气很热 所以我们先来做一杯饮料 自己做的一杯饮料 大家如果好奇的话可以看下去 这里的话呢是他们最出名的加热食品 但是呢跟Yuna我已经吃了那个饭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做一杯饮料先 这里呢就会有很多他们的自己本土的盘子的饮料 然后有不同的口味 现在选的是这个 Masha Latina 我们可以来试试看 然后呢我们可以这里自己买一杯饮料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自己自己的饮料 然后呢就有一排的食物 跟小吃档可以选 然后Masha Latina 里面的衣服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然后我们现在半路休息 出来外面打包东西吃 然后我发现到这边也是非常多的水果 因为是热带国家的关系 所以这边的水果也是非常的盛产 然后呢这里也是有很多好像道地的食物啊 我们一起去吃吃看 但是这个怎样可以去吃吃看 我还是不要吃吃看 我还是要吃吃看 我不是想要喝出口 我不是想要吃看 XC真的是很大很好逛 这边有很多的零食或者是手杏可以带回家 然后这边真的是购物天堂 现在是晚上的大概9点多左右 接近10点了 但是还是非常非常的多人 我这里也买了非常的多 回去跟大家开箱 早安 今天是我们在泰国的第二天 然后呢今天我们就非常早的起来 现在是7点 7点04分而已 我们今天要去早上的市场 然后那边的话呢 大概是9点的时候就会关了 所以我们现在走着去 从我们的酒店走过去 其实大概一个7分钟这样子 那这边步行会比较方便 比搭车还要方便 因为这里的交通比较繁忙一点 所以呢走路也是一个蛮快的选择 我们住的酒店这一条街呢 是有很多的SPA店、按摩店 然后有时候Happy Hour 通常的价钱都是200泰铢一个小时 等下的话我们也会过来体验看看 一路走我们就会看到 其实我们的hotel附近是蛮多设施的 好像这边 有一间7-11 我们的酒店附近可能有两到三间的7-11 算是非常方便 一路上看到很多的直播主也在这边现场带货 这边的货真的是非常的全 大家来这里买东西可以尝试的杀一杀价 要是他老板人好的话想要留住你的话 他们是会扣给你的 市场附近也有美食中心 然后这个是我们叫的东阳宫 这一碗呢是泰国很出名的pattai 我们选择的是glass noodle 吃饱后我们就坐船去他们的郑王庙 船也算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 因为主要不塞车 一趟大概是30泰币 然后里面的话呢是非常的舒服 冷气也是非常的冷 第二天呢我们就来到了郑王庙 这边的话呢一个人的入门票是200泰币 然后呢我们这里也在附近租借了泰服 要是你们想要省钱的话呢就不要进到里面才换泰服 然后最好的话是旁边有一条小街 可以进去里面租 我们这样子的话呢一套服装是200泰币 如果是在里面租的话会是300泰币 所以看大家自己怎么选择 或者是也可以看比较喜欢那里捡的服装 再来做选择 还有这个闻起来超级香的 然后这个的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 Icon香必点的 然后有泰币或者是半蛋的口味 然后我们两个都点 半蛋的会比较好吃 还有mixed的也行 那一盒的话有大盒小盒 大家可以先试试看小盒的 它的面糊是比较厚一些的 然后要沾它的酱料的话是才比较好吃 我们点的是辣味 然后它辣味跟那个肉呢融合是蛮好吃的 然后记得要喝它的汤 它汤也是进水 我们来到了Jualokong大学附近的牛奶小猪 之前也是带小猪非常的清理 然后之前呢 我是看他们是买他们的牛奶 但是我们进来尝试 都想吃它的甜点 这里的话呢 它的一瓶牛奶是45泰币 然后这里它还在陆续的装抹茶 抹茶是最多人拿的 还有原味的牛奶 好 случín менее影片的김샨 起来熟 味很甜 然后有很香的味道 超可爱 它是那种保闻碑 也没有这么容易,这个冰沙没有这么容易会融化 我们的抹茶吐司终于来了 看这卖相超好的 哇,它的吐司是那种最终于烤过的那种 它的抹茶的酱很浓郁很好吃 大过来可以不用点那个土奶 可以点他们的甜点来吃,真的蛮好吃的 推荐这个,这个真的非常好吃 然后它价钱的话是135泰铢 然后再加一个20泰铢 这一个的话呢,它是猪锦肉 然后这个它是menu 必推的,然后价钱也非常便宜 一碗也才160泰铢 超好吃的,它的猪锦肉 它的外面这个是脆皮的 然后它里面的肉非常的嫩 然后两个夹起来,它的口感真的非常的好 它的面是这种经典的妈妈蜜这样子 它叫妈妈蜜 对 它面煮的刚刚好 因为我最害怕的就是面煮到很软 软烂的那一种,它是这种骨灰 这个的话它是口感还有在 这个很好吃 这个可以给 今天的重头戏,我们的蟹肉 哇,在这里真的是实现蟹肉自由 然后它的肉真的是很多很实 然后这个是它的特制酱料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里是传说中Lisa最爱的甜品店 然后它这里呢可以看到是蛮多当地人在吃的 然后它外面的照片也是泰文名字 所以我可以放在这边 等一下你们可以查看 都是泰文字 但是很好的是它是有放照片给我们选的 选择很多 隔天一睡醒呢 我们就打包酒店附近的这个粥 只能说在泰国真的要去好好发掘他们的街边小吃 因为真的很绝 他们的粥真的是煮得非常的绵密好吃 又是跟着当地人排队的档口买了这个糕点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单真的超好吃 这一间呢是松松海鲜店 大家可以搜旁边这个图 因为它们的招牌是泰文 因为它们的招牌是泰文 然后我们点了这个干粉炒蟹肉 它的份量超大的 然后它的卖相也非常好 颜色也非常好看 然后我们再点了一个桃间 它的料表得很足 我们在泰国曼谷也体验了都都车 大家记得一定要跟司机杀家 因为有时候他们开的价钱甚至比坐车来得更贵 来泰国怎么可能少得了他们的泰式按摩呢 这次我们选的是我们酒店附近按摩一条街的其中一间 价格算平价也推荐你们过来哦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我的泰国旅程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赞 我们下一集见啦拜拜